2191集 何自清响了片刻 轻轻地叹口气 接着冲林语摆摆手 你走吧 何伯父 你听我说何伯父 现在不是毒气的 你就是医术再厉害 你不是神仙 何自清脸上掠过了一次悲痛 颤抖着声音说道 现在就是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老爷子了 林语听到他这话 心头猛地一沉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到心头 他知道何自清这话意味着 何老爷子已经病入膏肓 回天发疏 他鼻头一酸 眼中泪水更胜 再次请求 何伯父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让我进去看一眼好吗 我求求你 滚 就你也配见我们家老爷子 你要是还有点良知 现在就应该去死 何山何妙姐妹 以及孙培杰 曹淳丝毫不吝于用 罪恶毒的言语 咒骂林语 人是我请来的 谁敢让他走 这个时候屋子中 肖曼如王手挺胸 快步走出来 少爷 林语心头一紧 只见肖曼如 两只眼睛 红肿赤红 她 面色须白 显然先前 曾痛哭过 何山回头 扫了肖曼如一眼 双眼一寒 冷哼一声 你请来的 肖曼如 你还真有脸说呀 除夕那天 要不是你带着老爷子 去管这个野杂种的闲事 老爷子会病成这样 就是 果然外来的就是不行 不是你心吧 你根本就不心疼 何妙也是冲着 肖曼如数了道 谁应该让我二哥 来看看你现在这副嘴脸 肖曼如紧紧地攥着手掌 抿了抿唇 强忍悲痛说道 这件事情 我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管怎么责罚我 我都接受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医治好老爷子 家荣是境内最好的医生 所以必须让他进来 不行 门都没有 何山和妙两姐妹 一听脸色一板 接着立马挡在门口 孙培杰曹纯两个人健壮 也跟着堵住门口 怒冲冲地盯着林宇 大哥 肖曼如急声说道 你难道就不为爸考虑考虑吗 盒子轻拧着眉头没说话 大哥 肖曼如的额头上冷汗直流 让何家荣进来 让他进来 这个时候屋里盒子 很快步走出来 冲众人喊了一声 爸醒了 点名要见何家荣呢 听见他这话 何山何庙 孙培姐 曹纯等人 脸色不又陡然一变 一时间面面相去 肖曼如身色一环 陡然松了口气 急忙冲林宇招招手 家荣 家荣 快 快来 林宇精神一抖 振奋不已 一把抓过 丽震生手中的药箱 抬腿就往屋里走 但是何山何庙等人 依旧是堵着门口 没有丝毫地让步 肖曼如沉着脸 怒声说道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老爷子都发话了 你们还要忤逆老爷子的 意思不成 何山何庙 他们几个人没说话 脸色更是变换了几番 抬头望向何子清 可是当他们看到何子清 点头默许 他们这才冷哼一声 十分不甘地侧身闪开 林宇急忙 临着药箱跨步进了房间里 跟着肖曼如直奔 何老爷子的卧室 进屋刹那 入眼便是病床上形容枯高 面色苍白的何老爷子 整个人身上生气一镜 尽数散尽了 奄奄一息 林宇的心头猛的就是一通 一股难以言语的悲痛 瞬间涌上心头 只感觉到鼻头酸涩到不行 泪水涌满了眼眶 他的周围簇拥着一众 医护人员看到林宇之后 赶紧散开到两边 心头不由长出口气 终于有人来接替他们了 像何家这种大师家 不管什么疾病 只要他们治不好 势必会受到上面的责骂 甚至会承担责任 在看到林宇进来的刹那 坐在衣帽间前 物质泥男的何老太太 宛如触电一般的猛地站起来 呆滞的双眼 顿时便涌入了光彩 他冲着林宇喊 锦荣啊 你怎么才来啊 你爷爷 他身体不好 一直念叨你呢 林宇眉目其然 也没有纠正 他哽咽道 对不起奶奶 对不起我来晚了 对不起 他能够看出来 这段时间不见 何老太太 眼神是愈发的呆滞 或许是受到何老爷子 病重的刺激 明显变得更加糊涂了 也就是俗称的 阿尔兹海默病 跟他的母亲症状一样 想到数年前寿宴上 当初见到何老爷子 和何老太太光彩照人 合发童颜的模样 再到如今 物是人非啊 林宇对心中凄凉男人 胸头一闷 眼泪便忍不住 大颗大颗的 自眼角滑落 岁月匆匆 从未联系过任何人 不过他知道 此时不是悲痛的时候 赶紧咬了咬自己的唇 憋过头 迅速地将眼角的泪水擦干 极力让自己的情绪 换合下来 接着神情一灵 一个剑步冲到了 何老爷子跟前 跪在床前 伸手在何老爷子 手腕上探视一下 家荣 不必了 何老爷子似乎是 耗费了许多的力气 才将疲倦的双眼 睁开了几分 望着林宇低声说道 我的时间 不多了 何爷 您坚持住 我一定会将您治好的 林宇强忍着 眼中泪水 咬牙说道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 他按在何老爷子 手腕上的手 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因为内心情绪波动太大 以至于他一时间 无法探出 何老爷子身体的病症 何老爷子望着林宇 轻轻笑了一下 接着蓄力 将搭在他身上 干枯的手掌轻轻 冲一旁的肖曼如摆了摆 肖曼如立马领会了 老爷子的意思 知道老爷子要和林宇 单独说话 他赶紧招呼着众人 我们先出去吧 说着 他走到母亲身边 扶着何老太太的肩膀 往外走 低声说 妈 我们先出去 让爸跟家荣聊两句 是锦荣 你这孩子糊涂了 是锦荣 何老太太 连忙喃喃地纠正着 这些年来 锦荣仿佛像个符号 牢牢地烙在他心里 是他一辈子的执念和期盼 纵然现在记忆退缺 忘记了许多人许多事 却仍旧清楚地记得 他最疼爱的孙儿 叫锦荣 一众医生护士赶紧 跟着肖曼如老太太 快步走出去 同时小心地将门关上 家荣啊 何老爷子吃力地 咧嘴一笑 手腕轻轻一转 握住了林语 放在自己手腕上的手 声音微颤 不要白费力气了 跟爷爷说两句话吧 何爷 我一定能将您也好的 一定可以 林语声音哽咽 但手却颤抖得更厉害了 有你送爷爷一程 爷爷知足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